因家贫道插门,农村母亲竟曾看病住家里,妻子的做法让她热泪盈眶。 胡锋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,她的爸爸在她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她。 胡锋是她妈妈一个人拉扯长大的。 当胡锋长大的时候,她的妈妈就告诉她不吃馒头增口气,一定要有出息。 于是胡锋就暗自在心里发誓自己一定要好好读书,将来有所成就。 于是在去年高考的时候,胡锋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,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。 川儿也得到了一份好的工作,在公司她的人员非常好,所以领导同事都非常的喜欢她。 川儿也让他们市场部的一个名叫小雪的姑娘注意到了她。 有一天在下班的时候,小雪就向胡锋告白了。 胡锋得知有个女孩喜欢她的时候,她心里非常的开心,但同时也很害怕, 因为她怕小雪知道了自己家庭情况后,就会离开她。 可是当胡锋说出她的条件时,小锋不但没有嫌弃她,反倒对她非常好。 于是两人就商量着把双方父母约出来,将两个人的婚次给办了。 小雪的父母虽然没有反对,却提出了一个条件,让胡锋入聚到他们家。 因为小雪是独生子,他们想让胡锋做善美女婿,这样他们的女儿就不会离开他们。 当时胡锋没有答应,因为她内心也非常纠结,毕竟女亲也是一个人。 回到家之后,她和她母亲商量了一下,当时她的母亲就对她说, 好啊,你一定要好好地去对待小雪,妈能看出来她是一个好姑娘,不要担心妈妈,你去他们家之后,一定要好好孝顺你的岳父岳母。 我当时听我母亲的话,我自己心里非常地难过,怪我自己没有本事,没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顺理成章地结婚了。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婚后他们一家人对我非常地好,尤其是岳父岳母,他们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儿子去对待。 而我老婆小雪,她更是对我非常地好,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地幸运,能够娶到这样的好老婆。 就在去年的时候,当胡锋得知自己的母亲生病了,于是就立马开着车回去了。 当时她母亲病得很严重,所以就把她带到了大城市来检查。 在她母亲生病那段时间里,她的岳母不断地在照顾她的母亲,而她的老婆也因此请了假,全身心来到医院照顾我的母亲。 当我看到他们这些举动时,我心里真的非常感动。 就这样在我岳父岳母和我老婆的悉心照料下,我母亲终于安然无事。 然后等我母亲出院的时候,她就强烈地要求我把她送回老家去。 就在这时,我的岳母就挽留我的母亲,告诉她以后就在他们家住,这样他们两个人也有个伴。 可是不管我岳母怎么说,她还是要坚持回去。 于是见状,我老婆就拉着我的母亲说,妈,你一个人在农村住,我们也不放心。 毕竟以后回老家的次数也比较少,来回也不方便。 所以你就在我们家住着,和我妈养一些花草树木,还可以出去散散心。 当我妈听我老婆这么说,还是坚决反对。 就在这时,我老婆拽了一下我的手,向我思议,然后我就对我妈说,你就同意留下来吧。 你看我岳母他们都好呀,留下来吧。 就这样我母亲最终才同意留下来,我们一家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。